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蓝汤江、湄公河 将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江连六国 蓝煤合作机制启动八年来 蓝煤六国始终平等相待、真诚互助 蓝煤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 和已由萌芽初创到枝繁叶茂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刘青 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蓝煤合作机制是六国根据共同需求量身定制的 务实高效、符合六国民众的共同利益 建立这个蓝煤合作机制 是六国国家的领导人高度的政治复信 从蓝煤合作的成立开始 就以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推动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个这样的项目 能够带动一些释放性的作用 蓝煤合作是以人为中心 以会名声为主 普通老百姓能够从合作中带来一些益处 同引易江水、命运紧相连 刘青表示 推动蓝煤命运共同体建设 主要包括双边和次区域两个层面 双边层面 我们同这个蓝煤美根火国家的五国 都构建了双边层次的命运共同体 从次区域这边来讲 就是要推动构建蓝煤命运共同体 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建设 推动带一路参与全球发展参与 全球安全参与和全球文明参与 在这个地方的落地 通过这样一些差异吧 来具体地落实蓝煤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面对外界存在的一些误解和杂音 中方明确指出 蓝煤合作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对此 刘青表示 蓝煤合作机制从一开始就是开放性平台 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 实现蓝煤地区互利共赢优势互补 蓝煤合作是一个次区域的合作 从大的来讲的话 它是中国东盟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蓝煤合作有自己的日程之外 还要跟中国东盟合作进行对接 另外蓝煤合作也是跟联合国的 和持续发展目标2030这些项目进行合作 再一个是蓝煤次区域之间的合作 比如说蓝煤合机制和大美根核次区域合作 GMS 美根核委员会 MRC 三号机制进行合作 我们同时也欢迎蓝煤机制 通过蓝煤家的形式 跟其他一些国家进行合作 因此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 非常欢迎其他像世界银行 等等一些国际组织 也加入蓝煤合作当中来 蓝煤合作因水而生 因江而兴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 对水资源的影响 刘青介绍 水资源合作在蓝煤合作中走在前列 有很好的基础 近年来 六国围绕水资源合作 建立了相关的机制平台 为推进六国水资源流域数据 信息 知识 经验和技术的全面共享 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们对水温的监测的手段也在丰富 卫星 摇杆 还有大数据监测 而且都能够帮助水温数据的分析 为科学管理水资源合作 提供了经验的工具 通过这几年的合作 南美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的水资源的一些专家 也在学校里面培养年轻一代的学生 为未来储备后备人才 面向未来 谈及蓝莓六国的合作前景 刘青表示 2023年 六国共同发表了蓝莓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2023至2027 该文件强调的三联通值得关注 一个是硬联通吧 硬联通当然就是基础设施 中老铁路开通以后 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每个国家都能够看得见 泰国呀 水越南啊 柬埔寨呀 对高铁的建设 都是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也采取一些实质的步骤 来进行推进 还有一个是软联通吧 就是我们在一些环保啊 基础设施呢 一些标准方面呢 要加强一些对接 比如说中老铁路啊 海关一些政策呀 要进行对接 这样能够为中老铁路的高效运行 起到促进作用 还有一个新联通 蓝莓合作行为资源 还是需要蓝莓国家的人民来齐心协力 所以这里要加强 人文交流 包括这个教育啊 体育啊 文化呀 等等方面的这个交流 尤其是年轻一代 能够培养了美国的文化 有种幻想性的 能够培养的 要よろしく 藝人 资源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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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